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关注大伟 粉丝留言说想要一个 狮子题材的一个老瓷器 然后想让大伟逃一逃 今天呢咱们就来到 登登登 火谷大酒店 这里面有古玩房交汇 然后咱们进里边 看看有没有 能不能给他烙 Let's go 在这个老板这 一个这两个帅哥老板这 然后给我 翻漏了一个 繁红狮子的结合 非常不错 这个 算上这只狮子 和底下就五只狮子 五是同堂 就这有点这种小毛病 别的底都没毛病 行 您帮我包一下吧 谢谢啊 朋友们咱们到家了啊 然后一起来欣赏一下啊 这个民国时期的繁红狮子的结合 这种结合之间咱们收过很多啊 就是在这个大户人家小姐用这个装金细碗 或者腌制粉啊 装东西的 旧社会啊 大户小姐用的 我们看那个胎质啊 非常的干老 右光盈润 这个狮子的毛发呢 也是一根一根 用当时的那种排刷啊 啊 去画的 太师少宝 寓意着呢 升官啊 禁绝 同时呢 这五只狮子啊 也是这种 士士如意 五士同堂啊 非常的不错 就是这儿有点小瑕疵 其他地方啊 都没有毛病 所以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件啊 老瓷器 我们来欣赏一下 还是那句话啊 喜欢老瓷器的 一定给大伟点个关注 咱们呢 以词会友 天长地久 点赞 转发 评论 下个视频啊 更精彩 拜拜